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九十多年前 这里曾是韬棚路 1930年5月6日下午 韬棚路上 老姨和沙场门前一位青年徘徊不定 他工人打扮 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抱着厚厚的书 工作福利鼓鼓囊囊 青年的举动引起了上海巡捕的注意 巡捕从青年身上搜出钢笔 手表和四十块钱 又在附近搜出了青年刚刚丢掉的传单 当即把他抓了起来 沈骏中青年自称王作霖 是武昌电话局的失业工人 没有看出破绽的国民党密探 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将其收监 怕了他五年徒刑 密探们万万没想到 这人就是创办中国青年杂志 激荡鼓舞了几代中国青年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运戴英 武汉 贵子山头的华中师范大学 曾经的中华大学 这里也是运戴英革命之路的起点 华中师大的档案馆里 珍藏着一份1913年的入学成绩单 在这份成绩单中 我们找到了一个名字 运戴英 18岁的运戴英 以88.6分的优异成绩 考进了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 可这位优等生并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 20世纪初 古老中国风雨飘摇 内忧外患 正处在灾难的深渊 武昌一声枪响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 却揭开了军阀混战的大幕 救国救民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少年运戴英不断探问求索 他奋发刻苦 跟父亲的朋友学习英语 自学读完中学课程 考入中华大学 从此校园里多了一位身着棉布长山的年轻人 他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 如饥似渴的读书 寻找着中国未来的方向 1914年10月 一篇《义务论》出现在东方杂志上 文章犀利尖锐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作者正是19岁的运戴英 李良明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一直从事党史研究 编辑出版了《运戴英全集》 经过李良明多年的资料搜集与整理 《运戴英》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运戴英》从进入中华大学预考的第二年 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义务论》 所谓义务论就是利他 他就在这个文章里讲 帝国主义所鼓吹的文明 就是制大的炸弹也 飞机也 就是杀品鉴 以利富贵者也 我把帝国主义经历的本质讲得很深刻 五四运动的热潮影响着年轻的《运戴英》 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 进取革命的精神在《运戴英》的心中激大 武昌狐狸一路十八号 一栋旧市小楼 1919年底 小楼里开始热闹起来 一群青年人搬着书 抬着桌椅板凳 进进出出 人群中《运戴英》格外忙碌 他拿出自己全部积蓄 与林玉南等人筹建书社 《运戴英》希望青年们都能力群助人 服务群众 所以他将书社取名 立群书社 1920年初 一位手持雨伞 身穿长衫的青年 走进了筹备中的立群书社 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 我是运戴英的朋友 毛泽东 毛泽东的突然来访 令运戴英又惊又喜 两位神交已久的青年 畅谈革命理想 纵论天下大事 毛泽东到武汉来 主要是两个目的 一个要介绍湖南斗争的情况 第二个目的 毛泽东想在长沙办一个文化宿舍 但是没有经费 运戴英非常慷慨地表示 书记的操办由陈多秀 李大钊和运戴英来担保 如今 立群书社也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里 焕然新生 新青年们在这里汲取营养 磨砺精神 一百多年前 书社里也曾聚满了年轻人 信仰的声音曾在这里铿腔铭响 1920年2月1日 鞭炮声中 立群书社正式营业 没有醒目的牌匾 只是在门口贴着一张纸条 写着立群书社 书社从成立这天起 就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 书架上摆放着不易买到的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入门 社会主义史等著作 以及新青年 美洲评论 新潮等进步书刊 还有运带英翻译指引无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读物 阶级争斗 1920年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 立群书社和文化书社 成为了那时青年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 而运带英希望将这种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1920年11月的一天 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一位身着粗布衣 挑着扁担的人站在门前 校工将他误认为是教夫 拒之门外 然而这人却是校长特意请来的教务主任 运带英 运带英衣着简朴 生活也是如此 他的房间 床铺上是粗布被入 书桌上放着几本中西文书籍 除了一副近视眼镜和一只手表 再无多余的物品 运带英他在中华大学毕业后 担任中学部举任 每个月实际被打烊 我查了当时的档案 土同的工人都是老婆到12月 如果紧顾自己和家庭的幸福 把他们家里的生活费过得非常好 但是他给家里还是只留下 不要的生活费 七月钱 原来上班一群学生是四周贫困的学生 运带英为了革命四处奔走 不久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1921年7月23日 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开幕 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个革命火种 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 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运带英激动不已 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坚定了人生信仰 决定把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 在广州黄埔创办了 培训陆军军官的学校 通称黄埔军校 1926年5月 运带英脱去长山 一身戎装走入黄埔军校 他奉命到黄埔军校 任政治主任教官 兼中共党团书记 渐渐地军校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操场上一位文质彬彬的教官 站在桌子上授课 他的身旁围满了青年 这位教官便是运带英 每当运带英授课 教室内外都会挤满人 他就把课堂搬到操场上 一连三四个小时 滔滔不绝 宣传反帝救国 传播马列主义 擅长青年工作的运带英 很快成为黄埔军校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的一举一动 也引起了一个人的特别关注 此人就是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 运带英到黄埔的时候 蒋介石想拉他 运带英当年是著名的青年导师 蒋介石开始笼络运带英 你到我这来 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可以归你管 运带英表示还是服从蒋校长的领导 但是他提出 校内的政策工作 必须坚持孙三则提出的 连俄连购 辅助农工 这就与蒋介石的要求不合拍了 在黄埔军校 运带英房间的灯总是最后熄灭 他用文章解答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困惑 也写下期望 黄埔四期同学毕业之际 运带英在《同学录序言》中这样写道 黄埔的学生人人都预备牺牲他们的精力生命 为被压迫的中国四万万人杀开一条血路 这铿锵有力的文字 是运带英对黄埔青年的期望 也是对中国青年的期望 运带英在黄埔青年中的巨大影响力 引发了蒋介石的强烈不安 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将他列入黄埔四兄 另外三人也是黄埔军校中 负有极大爱国热情的干部和教官 分别是邓衍达 高于罕和张志忠 正当运带英他们这些革命的先驱 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之事 魔爪却悄然伸向了这些革命者 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共产党人革命群众遭到杀害 血于腥风中 中国共产党决心以武力反抗 中央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 由周恩来 李立三 韵戴英 澎湃组成 周恩来为书记 前委决定于1927年7月30日 发动南昌起义 然而就在起义当天早晨 一个人的突然造访 使得起义濒临夭折 此人就是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 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 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 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 张国焘仍对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张发奎存有幻想 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 方能举行起义 这个意见被前委否决 运带因就愤怒地起来反驳了 现在南昌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 怎么突然又来了一个国际指示 要阻止我们的行动 我是适时反对的 如果你再动摇人心 我就要打倒你 1927年8月1日凌晨 三发信号弹划破南昌寂静的夜空 相继红领巾 碧缠白毛巾的起义军冲上南昌街头 与国民党反弱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 起义部队经过四小时的激战 与黎明时分结束战斗 全歼国民党守军三千余人 占领南昌城 南昌起义后 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 全军南下广东 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 再举北伐 1927年8月3日 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 千里转战 1927年12月11日 广州起义打响 然而在中外反弄派的疯狂反扑之下 广州起义失败 党组织正在用人之际 于是运带英想到妻子沈宝英 1922年 沈宝英在运带英的帮助下 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 沈宝英和运带英结为伴侣 大革命失败后 党转入地下斗争 沈宝英则独自留在湖北 直到1928年春 一天清晨 几声敲门声响起 沈宝英赶忙打开门 一封信递到了他的面前 打开信上面写着 现在老板同意你过来帮我 接信后可立即动身难来 这正是运带英的笔迹 沈宝英四处借钱 终于凑够了南下的路费 与丈夫团聚 沈宝英到香港后 任中国中央宣传部 宣传干事 1929年初 运带英夫妇调到上海 协助中央组织部部长 周恩来工作 沈宝英担任上海 中央组织部秘书 上海渣北区委妇女委员 兼工厂织部书记等职 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8号 是一栋老式的三层小楼 这里是大同幼稚园的旧址 1930年春天 幼稚园门前 女人怀抱着年幼的英海 一家三口形色匆匆 由于工作繁重 运带英和沈宝英 无暇照顾幼子 只好将一岁的儿子 运兮重 交给了一位姓董的牧师 便含泪离开 这位董牧师名叫董建吴 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而大同幼稚园是周恩来提议创办 意在抚养烈士遗孤和一些为革命四处奔忙的共产党人的子女 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大同幼稚园孩子们的合影 照片中除了运带英的儿子 还有毛泽东的三个儿子 蔡和森的女儿 为了革命 共产党人只能暂别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们心里清楚 暂别或许将成为生死永革 1930年5月的上海 弥漫着沉闷的空气 学生 工人 党员 被捕的消息 成为了这段时间报纸上的头条 运带英被中共中央派到上海互通工人运动第一线 动员工人罢工 准备建立工人武装 此时运带英正被国民党重金悬赏 四处击纳 可面对危险 运带英毅然奔赴斗争一线 他对战友说 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 要摧毁这座地狱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1930年5月6日晚 像往常一样 沈宝英坐在窗前 期盼着丈夫的身影出现在街口 然而这晚 他却等来了运带英被捕的消息 1931年2月 运带英几经周则 被关押到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监狱里面有不少皇甫军校的学生 这些人都认识运带英 如果有人供出了运带英 他就可以免出自己的监狱指南 但是没有一个人出卖他 在狱中 运带英依然乐观向上 他向狱友讲述南昌起义的经过 还编写了解释共产党十大政纲的通俗读本 国民党反弄派的严刑拷打 和监狱非人的生活折磨 使得运带英身体十分虚弱 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 在狱中奋笔写下了一首《狱中诗》 浪迹江湖依旧游 古人生死各千秋 一遍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勤做出囚 满腔豪勤中为了坚守信仰 甘愿抛弃一切的决绝之心 置地有生 周恩来就命令中央特护 不惜一切代价 引救云代英 经过引救起了很大的成就 准备提前去游 而且中央通知他的夫人 沈宝英探金 期待 激动 复杂的情绪 同时袭来 牢门打开 沈宝英眼前的人 穿着一件黄色的球衣 长长的头发 蜡黄的面孔 没有戴眼镜 这正是整整九个月 未见的丈夫 韵代英 沈宝英强忍泪水 紧紧拉住丈夫的手 一时说不出话来 即将出狱 他们憧憬着出狱后 回到组织怀抱 他们憧憬着 与小溪众团圆 然而这次相见 竟成永绝 1931年4月24日下午 时任中共中央六届中央委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 在武汉被捕 随即叛党投敌 供出大量情报 而他说出的第一个机密 就是韵代英 被关押在南京 顾顺章被捕 仅仅四天后 韵代英的牢门突然打开 一个拿着照片的人 出现在韵代英面前 他是国民党军阀司司长 蒋介石的表弟 王震南 此刻韵代英清楚 自己已经暴露 他坦然说道 我是韵代英 蒋介石还是想拿到韵代英 还是希望他投降 韵代英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呢 他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 当串向无果以后 蒋介石就命令就地强决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韵代英曾对玉友说 我的身上 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只有一副近视眼镜 值不了几个钱 我身上的鳞 既能做四合洋火 我愿我的鳞 发出更多的热和光 我希望它燃烧起来 烧掉古老的中国 诞生一个新中国 1931年4月29日中午 监狱走廊里 响起了低沉的国际歌 韵代英昂首挺胸 走向刑场 当年赛押的重刑犯 都要押到雨花台刑场 蒋介石忌惮迦代英 出现在刑场的影响 于是下令就地枪决 几声枪响 运代英倒在血泊之中 这位引领无数青年 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牺牲时年仅36岁 一心期盼着丈夫回家的沈宝英 等来的却是噩耗 她悲痛欲绝 泪如雨下 坚强的沈宝英 化悲痛为力量 继续为了新中国战斗 完成丈夫为敬的事业 正是这个信念 支撑着她 独自抚养小西众成人 一直为党工作 如今运代英牺牲 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但是她的信仰 依旧鼓舞着千千万万颗 革命青年 示热的心 容牺牲壮烈 于明亮希望之中 英勇无畏地化作烈火 激荡出一个 崭新的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